学生成绩这一个 我是放一样 云端里面的学生成绩 你把它打开 然后把它做一个下载 一样是CSV 我刚刚已经下载到 我的下载区里面了 所以在下载里面的话 这边就有这个档 基本上 如果我把它打开之后 如果你看到乱码的话 你就知道它其实是UTF8 但如果你将来 如果UTF8 假设说你希望把它改成 不是UTF8的话 其实最好用的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按右键 用那个记事本开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不是乱码的话 你就另存新档 把这个改成AMSI 储存一下 那它就可以在 ESL里面变成不是乱码 就恢复了 所以记事本还蛮好用的 这个 记事本部分的话 可以 那不过因为我们在练习 我刚刚已经改UTF8 所以我还是把它改回来好 所以特别注意好 所以因为记事本 有的时候在做转码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好用 而且有时候要解决 一些乱码的问题 也蛮重要的 所以把它改回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 再从那个 就是说 读到 第一个 我希望下载完之后 这个档案 然后 把它read进来之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是 要把它列一个清单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 再来的话 算出国文 最高 总分 就是把所有的国文成绩 加总 平均 最高分是谁 把它列出来 英文 数学都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 有点像一个报表 就像你们考完试之后 我也要把它列个报表 比如说改完成绩之后 一样用拍子 把它写一写 就可以列出一个报表 出来 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其实我做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 一个Dictionary 配上 四个栏位 四个串列 另外一个版本是 三个Dictionary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也许你们可以 斟酌一下 我觉得后来我发现 其实只要写的顺手 都好 真的 没有哪一个是最好的 就是你最后 发现真的是用的顺手 你自己能够比较 能够容易掌握的话 都是好方法 那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个我需要把 这个档案 直接open进来 然后把它read a line 就是把那个data 整个读到 也许读到list里面 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 跑个回圈 分别把它的key value 分别把它取出来 那里面的话 大概我就是 把这个串列 它一定是读 读的话一定是 把那个刚刚的那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我们按右键好了 把它开起来 用那个记事本开 那基本上它read a line 一定是先读这一个 然后呢 再下一个 那当然我栏位名称不要 所以我要把它避开 那避开的方法 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用range 预设值是零 那我把它这个避开 从一开始 所以先读这一个 那读进来之后呢 把它拆开来 分别放在abcd里面 或者是说呢 你先把它放在dictionary里面 这个我想请各位 也许想想看 反正什么方法 更简单 要不就是用 我这边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四个串列 要不就是用三个dictionary 然后最后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把这些 第一个就是 把它们成绩先列出来 然后算出总分 一样总分平均 最高分是谁 这几个讯息 然后把它列在底下 怎么做比较简单 也许各位想想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 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 要把资料从那个 就是我们云端上面 把它 第一个下载 第二个把它拆开来 那怎么拆 我的想法是这样 先把它读进来 然后全部reline 再来的话分别 把资料做什么呢 做切割 所以读进来之后 它一整个嘛 所以我就把它切割 用sprit 那因为中间加diction 那我们中间加diction的部分 我就这样子切 就是切开来 然后分别怎么样 这个切完之后的结果 把它放到第12里面 所以它分别切开来的东西 总共会有123 4个东西 0123 那再来的话 我把第0个放在key里面 OK 所以前面这个当key嘛 那后面怎么办 我后面三个 那有三个 可是只有一个value可以放 那我就把后面三个都放在value 中间加diction 以示区隔 OK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前面这个刘小华是key 后面的资料是当value 而且中间也还是串 豆点 把它放在value 所以这个写法比较特殊 也就是说后面 是放那个豆点 这样把它分开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key 这个就是value 那下面也一样 每一个每一个都一样 但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有个丁小语 这边有个丁小语 那丁小语跟丁小语 如果都是key的话 key的概念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它是unique 有没有 不能重复 所以你会发现 你print了之后 你会发现 第一个丁小语会存在 第二个丁小语就消失了 就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有重复的资料 而且它还不会有错误信息 有没有 如果有重复的资料 它不会跟你讲 它就自动帮你把它移除掉 也是还蛮特别的 OK 不过一般理论上 还是给个讯息 如果有重复的资料 我不知道 那怎么 它也不会告诉你 它就自动帮你移除掉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移除重复的话 比如说你要取了一个清单 移除重复的data的话 你就丢给一个diction而已 它就自动 它帮你移除重复 留下不重复的资料 OK 那这什么地方可以用 蛮多地方的 比如说你要取的一个清单 你就丢给一个diction而已 它就自动留下清单的部分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分别把这个清单做出来 那再来当然你可以把它key value 那再来就是取得什么 a的部分我是取得姓名 所以把那个key的部分取出来 就刚刚一样 list把key取到a 然后把后面的东西三个层积放到value里面 就回圈跑完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分别帮我列出来 当然列出来里面你会发现 真的丁小语就只有一个 不会有第二个丁小语 也就不会重复 唯一的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后面要算什么呢 算国文 英文 数学个别的 那个别就麻烦了 个别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个别的串列的话 那它就会没办法做计算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为什么上面我有abcd 有四个串列 主要是针对后面的部分而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 实在是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 当然后面我讲到 你可以把它拆成三个 dictionary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更好 也许你们可以再看看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列出来之后 我要分别去计算什么 三个成绩的话 那就把它拆开来 国文 英文 数学 用append的方式 把里面再把它切割 倒到那个list2里面 那国文 英文 数学就分别拆开来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print出来 国文总分 就直接把它上b就可以 因为b指的就是国文 c就英文 d就数学 然后平均的话 也可以把它列出来 format这样应该ok 那你会发现 这样可以算出国文的总分 跟平均没有问题 但是最高分是谁的话 其实 也跟前面一样 如果说我要算什么 他最高分的是谁的话 当然前面我们讲过 就刚刚才讲过 上一次上课 讲过 你可以用max 哪一个呢 把maxb b里面最高分 帮我列出来 名字的话 也跟刚刚一样 是谁 a 对不对 哪一个 他的哪一个资料 中国阿湖 用b里面的index 去帮我找一下 谁是最高分的位置 那因为最高分的位置 跟姓名的位置 是一样的 所以请你帮我 把那个资料带过来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 最高分的人 就是这个人 刘小华 那其他意思可以推 所以如果你 会做国文的话 那英文数学 其实都一样 最后的话 我们这个报表 就会产生了 ok 这样子 这个是用什么 四个串列来解 但是也许你这个 做完之后 当然你先试试看 再来也可以用 这个方式来解 三个dition而已 看起来好像 三个dition而已 程式会稍微少一点点 不过 好 这个地方请各位 先试着把这个先玩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写完的这个程式 其实云端上 也有的参考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在那个云端 白板上面 就会有我刚刚 写完的这一段程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其实都有 那怎么样改成 三个dition而已 这上面也有 好吗 好吗 谢谢大家